8月6日晚 洛杉矶圣地马斯艺术剧场 由各个不同曲目的乐剧音乐串烧的丽人行 回顾了乐剧的百年历史 以及海外乐剧联盟在海外的传承历程 拉开了2022第5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开幕式 及经典乐剧折子系专场的序幕 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 文化参赞王太玉 深盖博士市长丁岩玉 蒙特利公元市前市长林达坚 主办方美国梅拉诺文化演绎总裁 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主席李英 共同主办方美国英文传媒董事长 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共同主席苏延涛和夫人苏林淑婷 联合主办方广州湘云顾李董事长王学 联合协伴方美国南加州华社团联合会主席陈惠毕 荣誉主席张素久 以及南加华联各个会长 本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荣誉主席 美中工商联合总会会长张勇等嘉宾出席并观看了演出 海外乐剧联盟是由一群活跃在海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原专业演员及资深票友组成 联盟名家分别来自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美国、纽约、波士顿、亚特兰大、拉斯福加斯、洛杉矶 也由法国、澳洲、新加坡及香港、台湾等地旨在传承戏曲经典弘扬国粹艺术 特别是近年来美国东西两岸的乐剧交流深远的影响 使得在海外的观众对乐剧、对戏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熟悉 8月6日正值一代宗师王文娟的一周年纪念日 海外乐剧联盟演唱一曲快职人口的乐剧经典唱段《天上掉下个李妹妹》 以此缅怀一代宗师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担任本场音乐会伴奏的美国中华国乐团成立于2016年 在美国以传承、创新、弘扬、传播中国优秀民族音乐和戏曲音乐为宗旨 探索以民族管弦乐的高度艺术呈现 是海外唯一一家以音乐际立足洛杉矶 这一富有音乐气息的艺术土壤的团体 深度参与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的筹办过程及相关活动 中领馆张平总领事上台和全体演制人员合影留念 他在致辞中提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重要性 肯定了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的卓越成就和影响力 2022第五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闭幕式 将于8月21日下午3点在洛杉矶圣盖布希莱登酒店举行 华夏电台记者圣迪马斯市采访报道